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机罐扭开了 我拿个打火机 一下关了 一下扭开了 这很恐怖的 所以我就报警了 后续我们叫他就发现 他是有一万块钱押金在这个快递点的 快递点 当时按照合同是一年之后才能退 但是男的 这个男子说生活困难 希望他马上退 不退 就拿这个美机罐就过去了 我们现在就对他进行训诫 教育 他马上就配合我们行动了 就把美机罐啊那些东西都上交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